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我们去讲解一下如何去创建字典 那么首先呢 我们分成两个知识点去讲解啊 第一个我们去了解一下字典的特点 第二个呢 我们再去创建字典 那么首先字典的特点 老师这里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字典的符号是一个大括号 当然在python语言当中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集合的也是大括号 那么只是符号一样 但是数据出现形式却不一样啊 我们字典有要求 字典里面的数据 它必须必须是建值对的形式 也就是有一个k 然后还要有一个value 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一个字典里面的 其实是可以存储多个建值对数据的 那么但是有要求 各个建值对之间 我们要用一个i动号去割开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以后但凡创建字典 都要遵循这三点特点啊 那么接下来 同学们跟着老师向下看 我们创建字典的时候呢 字典啊分成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有数据的字典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是无数据 也就是空字典 那接下来同学们 咱们就这样一块呢 回到python当中来 咱们自己去创建一个字典 咱们去理解一下 学习一下我们创建字典的语法 好 那接下来啊 咱们打开python 在python里面 首先啊我们要回顾一下 特别们我们还记不记得字典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 是不是它要有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放什么来着 剑直对对不对 放剑直对 那么这个剑直对的话 一个字典是不是可以放多个剑直对 那么只要各个剑直对 我们用什么隔开来着 非常好 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啊 注意什么叫建呢 什么叫建呢 我们同学讲一下啊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所谓的 跟着老师回到笔记当中来看一眼啊 是不是有所谓的内母冒号汤姆 那其实冒号前边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建 但是呢 好说不好听对不对 我们一般叫它为k 那么冒号后边的这个 是内母这个k所对应的值 那么内母冒号汤姆 组合起来就叫一个剑直对 那么h冒号20也是一个剑直对 那么注意两个剑直对之间 我们是用一个 哎 动号隔开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啊 腿们咱们一块回到拍场当中来 咱们去创建一个有数据的字典啊 但是啊 老师提前规划一下 我们呢 第一步要创建有数据的字典 然后第二步 我们要去创建空字典 创建一个空字典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数据的话 老师这里规划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内母的值 内母的值 比如说是汤姆 然后再来比如说age的值 age的值 这个是这个比如说20 然后咱们再来一个 jend2 真的是不是就是性别 对不对 然后呢 让他的值啊 的值是 比如说是男 对不对 来一个男 OK 我们就要这个简单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 我们怎么去创建这样的字典呢 非常简单啊 同学们注意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比如说来一个变量名 叫digte 等号复值 最重要字典 是不是要有一个 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是什么 是建值对 建值对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都是一个k 冒号v的形式 对不对 那接下来啊 对于内母的话 是不是一定得以字符的形式出现 所以呢 我们要这样写 引号 name 是不是接下来冒号 冒号后面放什么呢 放汤姆这个数据 那汤姆是不是也得是字符串的形式 逗号隔开 下一个age数据 那所以我们来一个引号age 再来一个冒号 20是不是整形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们直接写20 那么再逗号隔开 再来一个 jender 真的 那么我们取一个值啊 比如说 让它就是一个男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digte 是不是就已经创建好了 那如果想查看数据 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print打印digte 这个数据序列 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右键转一下 同学们来看 大括号里面是箭直对 各个箭直对之间 用逗号隔开 这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数据 并且是有多个箭直对的 字典数据的一个创建 对不对 OK啊 那么接下来这个完成之后啊 我们还要复习一个事情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如果这个时候老师去打印type 检测digte1 会得到什么来着 右键运行 我们来看啊 字典数据类型提示单词是 digte DICT OK 这是我们的一个 有数据的字典的一个创建 那接下来老师把这两行print 给它注释掉 那么下面呢 我们去创建空字典 那同学们 跟着老师回到笔记当中来 咱们来看一眼啊 对于创建空字典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直接变量 复制为一个空的大括号 那么第二种呢 是来一个DICT函数 去创建空字典 两种方法都可以 那接下来 同学们跟着老师 回到PiCharm当中来 咱们写代码 去做一个测试啊 那回到PiCharm当中之后呢 我们来一个DICT2 比如说等号复制 为一个大括号 那现在啊 我们这样 print打印 打印什么呢 type检测数据类型 DICT2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右键软一下 同学们注意来看 是不是DICT2 它仍然数据类型为 DICT 也就是字典 对不对 OK啊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是不是就是 比如说我们来个DICT3 然后等号复制 为什么 DICT小括号 是不是也能用来 创建空字典 那接下来啊 咱们这样做 print 仍然打印 打印什么呢 type检测数据类型 检测哪个变量呢 DICT3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再去右键软 对面来看 返回到数据类型提示单词 哎 仍然是DICT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于有数据的字典 要遵循建制对 各个建制对之间 逗号隔开这个规则 那么另外 空字典可以大括号 是不是也可以函数去创建 那么接下来 推满跟着老师一块 回到笔记当中来 咱们做一个整体回顾啊 推满 最重要最重要要了解 就是我们字典的特点 大括号 当然在Python语言当中 绝对不是建到大括号 就是字典 如果符号是大括号 数据还是建制对的形式 那么并且各个建制对 之间是逗号隔开 那么这样的数据 我们称之为叫做字典 那么注意一个字典里面 是不是可以存放 多个建制对的 对不对 另外呢 把创建空字典的两种写法 同学们再稍微看一下啊 OK 那么我们现在把创建字典的 这个语法 这个知识点讲解完成 那么老师把他们的视频 稍微暂停一下啊 我们再有六种写法 慢慢地都会更新 那么多费 就是词原来 我们下载了 就是词原来 就是词原来